台塑企业继王瞻样供应信托 2011年起启动台塑燃鲜计划 针对撞球、网球、桌球、羽球等项目的潜力猩猩进行培训 2012年进一步推动台塑未来之星 提供选手资金到世界各地中战磨练 2016年又透过长庚医疗体系 提供赞助选手免费见解 特员门诊不误 让选手无后顾之忧 台塑企业继王瞻样供应信托咨询委员王文尧表示 台塑燃新计划与未来之星 8年来投入超过新台币2亿元 赞助人数达217人次 选手累计获得231项国际赛冠军 未来他们仍将秉持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态度 培养台湾铁坛人才 为台湾拿下首面澳网青少女单打 与双打冠军的网球选手梁恩硕 以及2018澳网青少年单打亚军的曾俊欣 明年新年度台塑未来之星赞助名单 目前正在为接下来全中运 与青澳做准备的梁恩硕 19号特别出席记者会表达感谢 很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让选手出去比赛的时候 没有不用对经费有烦恼 可以专心在比赛上面 陆选燃新计划的2017台北市大运女子撞球 9号球双打赛冠军魏子倩 同样感谢企业为选手们提供燃料 让他们勇敢追梦 其实我们出国吸取经验需要很多的燃料 让这些燃料就是经费的部分 所以呢非常非常感谢台湾企业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感谢你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 承载希望让梦发光 其他如网球选手许玉修 葛兰乔安娜 李亚轩 桌球选手林家轩 李新娘 撞球选手谢家珍 柯秉中 与语球选手许仁豪等 也都是台速赞助对象 期待他们在国际体坛为台湾争取最佳成绩 央广记者郑祥云 江朝伦 台北赛报导